那春节期间在河北无桥的杂技大世界里 正在举办热闹的杂技民俗庙会 杂技绝活轮番亮相 在无桥杂技大世界的江湖文化城 初一到初四期间呢 整个这个杂技大世界就接待了7.5万游客 可以说人气也是爆棚 那在整个春节期间 江湖文化城内可以说是 江湖八大怪各遣身手 各种杂技和绝活轮番上演 只是短短十几秒的时间 一个完完整整的砖块 就被碎成了有七八个小的砖头 那在整个江湖文化城内 人气最高的地方应该就属 江湖八大怪之手的 王宝和老先生带来的三仙龟洞 不同于普通的杂技 你看它的道具非常的简单 只有三个海绵球 两个小碗和一个筷子 在这个春节庙会期间 为了丰富整个庙会 还有这个非常热闹和喜庆的 高桥的表演 那据了解呢 这个高桥的表演 还融入了一些 你看杂技和武术的动作 所以除了好看之外 也非常的惊险和刺激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